大家好,我是陈大医院急诊部李孟杰医师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假装腺机能抗净 那身为一个急诊医师其实蛮害怕在急诊遇到假装腺风暴的病患 那什么是假装腺风暴 就是一个患者他本身有假装腺机能抗净 但是没有妥善的控制 不管是服药还是其他的治疗都没有好好的控制好 那后来引发的一个急性的并发症 所谓假装腺风暴 那这一类的患者呢通常都会出现一些像发高烧啊 意识混乱啊 意识改变甚至到昏迷的这种症状 那另外有可能会出现像心悸心律不整 那很喘 那甚至到飞机水这种可能啊 那最严重最严重会进展到死亡 所以这疾病真的要好好地控制得好 那我们先谈谈说什么是假装腺 那我们假装腺是人体的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 那他就是在我们的脖子的正中间 那他就是在我们的假装软骨的正前方 那他外观呢就是像一个蝴蝶一样的 就躺在我们脖子的中间啊 那他大概就是20到30克左右 那女生的假装腺又会比男生再重一点点 好 那这个假装腺呢 他主要的功能啊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分泌腺体 那他功能就是主要就是要分泌一些荷尔蒙 去调节我们全身的一个功能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他要参与我们全身的代谢的一个 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 好 那我们再回来讲我们假装腺机能抗筋好了 那假装腺机能抗筋就是他 就是功能太多嘛 好 那所以他就是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症状 那从头到脚去记的话 就是他头发一开始就会变得比较 呃 粗糙 好 那比较柔短 比较容易会断裂 好 那呃 另外就是他会很怕热 然后他会一直很容易的就流汗 好 那眼睛也会凸啊 会呈现那种惊叹号的那种表情 好 那就会眼红脖子粗 好 那另外有可能会出现像心计啊 或者是呃 一些就是心率不整 好 等等的问题 他也会出现喘 那消化道的部分的话 就会很容易会出现腹泻 好 那食欲也有可能会改变 他有可能会就是吃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他体重就持续的往下降 就是真的是蛮特殊的一个表现 好 那呃 所以甲状腺抗净的话呢 治疗的部分啊 就是要好好的分三大类 就是第一类就是药物 药物控制 好 那药物的话就是 其实像我们今天的个案就是 他服用药物完了以后 他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啦 好 所以药物控制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另外就有一个是放射线的治疗 那最终如果控制不好 那功能就是也没有办法 要恢复到正常的话 就是最终的手段 就是手术 好 那所以 怎么样的治疗 比较适合每一个个体呢 其实是这个需要跟 呃 内分泌的专科医师 好好的讨论 那每一种治疗都有 每一种治疗需要注意的一些副作用 甚至是后遗症 好 那所以 呃 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去 跟内分泌科的医师讨论 晚才做 就是最后的决定 好 那谢谢大家指教 谢谢